今天我們來做疲勞測試的對象是第一次找了SUV的車種 就是Santa Fe EVGT 那這一台是兩個禮拜前它才上市4WD全時四輪傳動的車型 那它的馬力是197匹,扭力是44.5公斤米 可是對應它的車重呢,它空重是1900多公斤 那滿載的話跟滿缸油的話應該是超過兩噸 那它這樣的動力應付它的這樣子的車重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加速性能 以及它的自動力到底是怎麼樣 那今天呢天氣非常的好 那氣溫大概是我們看一下地表的溫度 地表的溫度呢剛才我們量過了,大概是58度 我們再來看一下現在整個外面的天氣氣溫大概是多高 那我們現在看到外面的室溫呢大概是33度 那整個的天氣呢今天是非常的炎熱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我們測試前呢疊盤溫度大概差不多60度 那我們待會就直接來測一下它10次的極加速、極減速 看一下它整個的性能反應是怎麼樣 好,我們現在就開始今天的測試 那今天的測試是採用一般的行駛模式 那我們的紅溫空調會調在20度 然後也使用低檔,也不會拉轉速 然後我們現在就開始測0到100、100到0的測試 好,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所有的0到100、100到0的測試 那它的成績表現都相當的平均 那關於更詳細的數據請參考一下的文章